根据最新的小学概念 新学年全港观俊学校减少几十班小一 有校长形容,情况罕见 估计部分原因是受到移民潮影响 教育局就说,月中统计在学人数之后 才会知道实际情况 新学年小一班数大减大概60班 黄大仙和元朗减得最多 洞区、屯门、大埔都有学校减班 更加有减剩一班小一 本身是天水唯一间小学校监的 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梁绍棠说 以往元朗北区等学校教议受跨境学生 叫停双飞等政策影响 今年全港多区都有减班较为罕见 有校长说2000年之后黄大仙区的学童人口较少 之后有关堂人口搬入和跨境生效应 令到情况改善 但疫情令到跨境生绝职 情况再度严峻 建议教育局观察多一两年 没有受减班影响的学校也都可以有配合 有学校减班也有学校加班数 教育局说今个月中点算人数之后才知实际情况 他说会检视短期或长期的人口改动 会继续与业界保持沟通 无线电视机者杨培斯报道